刚才我们就知道了 以后以这个必然性 普遍性 平等性 永恒性 来衡量一下 就知道这个道理 是不是真理 那么刚才大师也举了一些 佛教的一些道理是真理 现在 第二个问题是 佛教的教义真理当中 最标竿性的 最根本性的就是 有一个叫做三法印 那么 这个三法印 在这样的真理条件之下 不晓得什么样的意义 请大师给我们开始 我们 中国的习惯 要取得你的信用 我要盖个印 这就没有错了 所以 要跟你请约 为了以后信用 请自盖印 很重要 第二就主法五五 第三叫做立盘基金 要克服这个三个条件 它才是真理 那时候讲的道理 比方说 我说这个桌子 我说这个桌子 就是动态的 这个世界呢 没有静置的东西 都是动态的 看到这个桌子没有动 实际上 实际上在行为尽下呀 这个里面的桌子 一直在那里跳跃 动作 凡是有行力 作用的 这个世界里 万事万物 包括人类 它是无常的 无常灾 就是不是永远里 常灾 它变化的 你想 这一栋 红砍地球果 不过那怎么样 一本年 两本年 几本年 它慢慢的都变老了 我们人类 这么宁情 这么迷离 这么强壮 它也慢慢岁月 不饶人 但是这个无常 也不是不好 有的人听到无常 觉得好可惜 都不能长久 都不能永哉 我觉得无常 这个整理真好 因为无常是变化 我很穷 没有关系 无常 穷是无常的 我可以勤劳一些 也能发财 我很笨 笨也不要紧 不无常 我如果多用心 我也慢慢会聪明一点 所以这个无常 孤零是好的 无常 坏的也会变得好的 谢谢大家